都算是奇迹了 絕對不是單純 我叫我那是荷爾蒙隊 荷爾蒙是啥意思 衝動嗎 就是 是為了戀愛而戀愛 不是因為喜歡這個人而戀愛是嗎 是可以這麼解釋嗎 我不理解你們說的就是 沒啥感覺但就是 衝動 不太懂 不太理解 就男人男人和男人能理解男人嗎 可能這個這個 身為仙女的我不太了解 不太理解不太懂 但我能懂女生 也在一步一步 是誰願望 我要讓全世界記住 我的模樣 我怎麼變這樣 我怎麼變這樣 變得這樣瘋狂 我怎麼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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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怒梦中的双眼 轻易再唱一遍关于那天 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残寒的男人 我知道那些夏天 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代替梦想的也只能失眠为其难 我知道吹过的牛皮也会随 青春一笑了去 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 那万一一段爱情的保质期超过了十八个月甚至更久呢 不是爱情不靠谱 是靠谱的爱情太少了 让我再唱一口最后的酒 一直望连放开不会太久 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 你回家了 我在等你呢 我知道那些夏天 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代替梦想的也只能失眠为其难 我知道吹过的牛皮也会随 青春一样回不来 青春一笑了之 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 我知道那些夏天 就像你一样回不来 我也不会再对谁满怀期待 我知道那个夏天 每天都有太多遗憾 所以你和再见 做梦吧 根本没靠谱的 结婚了你就知道了 一样的光 就算天夜才漫长 风景却 你没找到靠谱的不代表没有 这样子 不能因为一个东西 你没有见过 你就觉得他没有 我觉得肯定有 只不过就是几率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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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就能遇到的人 可能是万分之一 甚至十万分之一都不一定 只不过大多数人都不是 都没那么幸运 都遇不到 所以要么就是凑合 要么就是得过且过 要么就是自以为找到了 结果发现 都那玩意 就看看是 看怎么个想法吧 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 如果都不靠谱的话 那就不结婚 自己不是也挺好的 我觉得不结婚 不生孩子也挺好的 不生孩子的女性 比生孩子的同龄女性 年轻十岁不止呢 我觉得什么脑回路 反正现在社会这么开放 大家思想很开放 不结婚不生孩子也没什么呢 就开心就好 同性恋都合法了 还有啥的呀 别将就就好 对千万不能将就 一将就我跟你说 毁的绝对是一辈子 如果你说你将就完了 决绝一点的人还能再跳出来 但是也是浪费了一段时间 说吧 然后你说 就好比说你结了婚又离的 其实我跟你说 我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做一个女孩子 我最最受伤害的 肯定是自己的家人 那肯定是自己爸妈呀 当宝 当宝贝宠了十几年 结果就是 过得不开心那种 我妈偶尔就是会催我 谈恋爱啊 找男朋友啊 结婚啊 我说我过那 我说我要是现在随便便找了 我过两年离了 你闹不闹听 别说永远 再见不会是永远 结婚不要孩子到岁时候就后悔 那等我到了那个岁时候再说吧 我不想听别人说 哎呀你不结婚你就后悔 你不找对象就后悔 你将来没个男人你就后悔 你不生孩子你就后悔 没人养你老 我生孩子又不是为了让他养我老的 我将来就算生孩子 雷是因为我喜欢孩子 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孩子 我想要孩子 我想跟某一个男人生一个属于我们两个的孩子 我也不会说因为 让他养我老 养儿防老这个观念应该改一改了 说爱我 别说承诺 爱我不需要承诺 不后退 就让他心碎 宁愿不独的滋味 不必了解的人最可悲 反常爱不爱都有罪 要抽也要擦干眼泪 别问爱过多少人 在一起的人 只问爱你有几分 别问太多的伤痕 如果不懂想要多深 对现在养老房 所以我说不结婚不生孩子挺好的 没有啥后悔的 为啥后悔啊 如果你说你就我我这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啊 我的个人想法就是 就我来说 我如果遇不到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男的 或者说特别特别喜欢我这一个男的 我为啥给他生孩子呀 生完了我孩子不痛苦吗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 很美的肯定就是找一个很相爱很相爱的人 那那很相爱很相爱的人也不是说我找着了我就一定要给他生 也是看我们两个去不去不去觉得去不去有一个孩子 想不想要孩子 觉得不觉得说 可以再生一个宝宝 然后我们一起爱他 可不可以这样 这个东西都是 就是看看人 如果要遇不到 我就算真的是 迫于某种压力找个人结婚了 我也不给他生 生孩子要负责的 年代不一样 又不是现在生孩子 又不是说随便为点渣渣就能活 别找个我爱 我好像现在想找个我爱的我都找不着 我谁也不爱 我是那种特别 在情感上面 就任何情感上面 我都很薄情的那种人 我妈都这样说 就情感观念特别淡薄 跟谁好像都不是很亲近的那种 活得很 清冷 就大多数人啊 就看着我 就感觉我一天日子过得特没劲 但我还觉得挺好的 我身边朋友昨天说 哎我们一天这样有意思吗 怎么怎么定 我是B型型 我们全家都是B型型 找爱你的 我也想找 我要从爱我的人里面找一个我爱的 我一直是这个想法 反正 他一定要爱我比我爱他多 因为男人本来就比较理性 他一定要爱我多一点 这样我们才会显得平衡一点 因为男人本来就比女人理性 女生本来就是感性站上方 然后再找一个自己爱他多一点 我的妈 挺能受伤的 你也是B型 我全家都是B型 我爸是B型 我妈是B型型 我哥也是B型型 我也是 好像我叔叔也是 但我我身上好像不去 你觉得你老婆是你 干的漂亮 说再见 别说永远 再见 不会是永远 说爱我 你说承诺 爱我不需要承诺 他想加入你家呀 也是B型 那你是什么型 妈咋的 是B型就想加入我家呀 那你是不是B型 你要是B型 你也想加入 不知道我们家猫啥星星 没事也是B型 小动物的鞋 小动物的鞋有血型吗 你是AB 你也是A 你是B型还是AB型 的 是B型 的 不被了解 大人最可悲 反正爱不爱都有罪 要走也要擦干眼泪 别问爱过多少人 在一起的人 只问爱你有几分 别问太多的伤痕 如果不懂想有多深 别问最爱我的人 想有多深 现实总是太惨厉